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中國空間站夢天實驗艙發射入軌後 在11月1日4時27分 成功對接於天和核心艙前向端口 整個交匯對接過程歷時13小時 中國空間站的三艙主體結構就此組裝完成 隨後夢天實驗艙將會摘機展開平面轉位 戒時中國空間站T字型的基本球形 將會全面建成 目前載軌運行的中國空間站組合體 包括天和核心艙、夢天實驗艙 神舟14號載人飛船、天舟4號貨運飛船 23噸級的夢天實驗艙就位後 空間站組合體的重量再次刷生紀錄 天和核心艙發射質量22.5噸 兩個23噸級的實驗艙 再加上重約13.5噸的天舟4號貨運飛船 以及8噸多的神舟14號載人飛船 總質量達到91噸 成為中國目前載軌運行質量最大的 航天氣組合體 在今年底 中國還會發射天舟5號貨運飛船 以及神舟15號載人飛船 實現6名航天員同時在空間站工作 2023年的中國空間站 進入運營階段之後 將會有中國航天員常駐 根據印媒歐亞時報近期報道的一項 中國科研方面的進展 中國一個研究小組已經成功控制 料類的行為超過45分鐘 媒體表示這一項應用 是軍事潛力非常之大 甚至在某一些場合 它的應用將會超越無人機 根據媒體的報導 山東科技大學電器與自動化工程學院的教授 淮瑞托正在帶領一個科學團隊研究 機器人在動物身上的應用 資料顯示 淮瑞托是生於1978年 現在是山東科技大學機器人研究中心 從事動物機器人的研究 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 生理信號採集和分析 動物機器人行為控制和機制 淮瑞托的團隊在生物醫學工程雜誌上 發表了一篇論文表明 他們的團隊目前已經成功突破了 控制甲子的技術 研究人員將一個控制芯片置於甲子的頭部 並將芯片的電極植入甲子的大腦 這塊控制芯片將會產生一些經過調製的神經控制信號 將甲子的行為進行控制 另外這塊芯片還集成了無線控制線路 可以接受控制信號 並向甲子輸出這些控制信號 簡單地說 這隻甲子就變成了一隻遙控的甲子 研究人員利用這個芯片在45分鐘內 連續控制甲子的行為 向左轉、向右轉 對植入芯片的五隻甲子的統計 它可以控制成功率達到80%至90% 它的行為是跨越了甲子自身的生理行為 但有時候也會被強烈的生理行為訊號所覆蓋 比如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 它的控制指令會失效 比如在一些周圍產生令到甲子感興趣的事件的時候 控制信號可能會被甲子的大腦忽量 研究團隊目前還不知道究竟實在是甚麼理由 不過根據初步的估計 可能是甲子的大腦會將這些輸入的信號 重新處理之後 再做出高級行為的判斷 目前供電是通過甲子背上一塊太陽能的電磁板來完成 由於功率不足 它與PCB板上攜帶的電池一起聯合供電 大約能夠維持45分鐘的控制時間 和一台商業無人機的續航時間差不多 不過研究人員表示 可以控制料類在太陽底下停留的時間 去改善控制的效果 不過就目前而言 能夠控制到目前這個水平已經相當了不起 印媒稱 這種動物行為控制的研究方面 西方國家其實一直處在領先 目前中國正在大幅度追趕著 專家指出 控制動物是遠不止甲子的 還有老鼠、鯊魚、海豚等等 甚至還有昆蟲 比如飛鵝、甲蟲、以至蟑螂等等 基本上就包括了海、陸、空三種 而且最少可以控制蟑螂 即是蟑螂 大致是做到無孔不入的地步 比如一間戒備森嚴的房子 一間屋 可能是老鼠都進不去 甲子都進不去 但是蟑螂基本可以長驅直入 即使不能夠經過門縫 亦可以經過下水道走進去 一旦闖入 事情就已經成功了一半 那隻蟑螂可以在房間裡面潛伏下來 即使做不到視頻 就算只能夠是竊聽 亦都會獲得大量有用的訊息 早期對動物進行控制 都是藉入電極的方式 但這種行為對動物影響比較大 而且容易感染 現在科學家可以開發 以超聲波的訊號來控制動物 比如350kHz的超聲波 經過調製之後 可以直接影響老鼠的行為 準確率已經達到94% 對動物控制是一件相當可怕的事情 以目前而言 控制動物很容易被識別出來 因為在背上都裝了一大片大大的控制板 但是在未來 這種控制板將會大幅地縮小 可以隱藏在毛髮下面 或者在翅膀中間 甚至是動物的體內 因為就是一隻小鳥 或者一隻老鼠 甚至是甲蟲 不單是很難發現 就算你發現了它 也是當成野生動物而被輕易放過 卻不知道原來現場的一些訊息 可能已經被傳送出去 在戰場上一旦被定位 基本上就有很多武器可以招呼過來 比如導彈 防範區外攻擊武器 甚至遠程的火箭炮 這些都可以打擊過來 遙控動物要比無人機更加可怕 未來的科技發展不可限量 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研究 都是比較領先 但是目前中國正在大幅度追趕著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 全球大概有兩億八千萬人患有抑鬱症 近三年全球新增的抑鬱症患者 超過七千萬人 抑鬱症被稱為二十一世紀的最大殺手 現有的抗抑鬱藥物 患者服用之後 是需要兩到四個星期才開始顯現療效的 它是不利於治療一些急性發作 而且是重症的患者 並且這些藥物當然有部分患者有效 療效不穩定 不僅是對部分患者無效 甚至可能有時會加重患者的症狀 近日南京醫科大學生殖醫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藥學院周祈光教授 朱東亞教授 麗庭友教授聯合研究團隊 發現了一個能夠開發快速抗抑鬱藥物的新把點 並合成了一種能夠快速起效的候選抗抑鬱藥物 大家認為這次研究成果改寫了單安抗抑鬱藥物 只能夠慢性起效的傳統認識 是單安假說提出了近60年 第三代抗抑鬱藥物上市近40年裡 抗抑鬱藥物研究領域的重大理論突破 目前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UCN後專家組聯合主席 善錦成教授 宣佈上海海洋大學胡夢雄團隊成為 亞太區後觀測站網絡計劃成員 肯定了這個團隊在中華後 人工養殖和動物保護方面開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胡夢雄團隊在後營養需求和體能恢復方面的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已經篩選出可以令後免疫機能和快速恢復的營養補充劑 和注射針製 為自後即是小的後 和人工養殖 和成後即是大成年的後 體能恢復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援 後是地球上唯一生存了四億幾年 仍然保留它原始上茂的物種 作為四次物種大滅絕中存活下來的佼佼者 後是捱過了地球上 生物滅絕最黑暗的時期 具有超強的生存能力 在鼎盛時期後有上百種 但隨著人類活動的家劇 棲息地被破壞和過度的捕捉 目前全世界僅存有四種猴 即是分佈在北美洲東岸以至墨西哥灣的美洲猴 和亞洲地區的中華猴、南方猴和原美猴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UCN把中華猴定為貧危 2021年2月中華猴被列為 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 然而 怎樣養好中華猴是一道難題 胡夢雄團隊 就將綠色水產養殖技術 和現代細胞生物學的技術相結合 通過調整植養的環境 評估營養的要求 設計了不同年齡段的治療配方 保障治後健康成長 促進成後免疫機能的快速恢復 令這類古而有來的藍血居民 有了營養餐的護身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 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 十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十分鐘告訴大家 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 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十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 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此外離開 水